老婆说,世界上最动听的三个字,不是我爱你,而是你瘦了,减肥就是女人的终身事业。 一出门,老婆和同事,闺蜜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减肥,一个冬天老婆是真的胖了很多,依附从S码之中L,偶尔吐槽说,想念老婆从前的小蛮腰,为此,她还订了减肥计划和减吃餐,经过一个多月的饮食控制,老婆瘦了15斤,皮肤变好了人也美了,每次上瓶都特自豪,每年6月底就是老婆公司组织出去旅游的时候。 这下再也不怕把泳衣称成泳衣PLUS了,今天我要把老婆常吃的减肢餐分享给大家,做法简单特别好吃,您要是也在减肢的话,不妨试试,南瓜毛豆鸡肉沙拉鸡肉50克,毛豆50克,南瓜100克,甜辣酱两勺制作步骤。 一,鸡胸肉切开两半,用少许盐,盐制15分钟,鸡胸肉因为高蛋白滴板固醇,被称为减脂佳品,许多明星及健身人士都以它为主食进行减脂瘦身,但也有人觉得它口感不好,其实只要处理得当,鸡胸肉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哦。 二,毛豆洗净,南瓜去皮洗净切小块备用,这两样果蔬能促使肠刀蠕动,利于排毒。 三,烧开一锅精水,放入毛豆和南瓜桌水三分钟左右,先捞出毛豆,南瓜已能轻易榨入即可出锅。 四,鸡胸肉腌制好后,锅内刷上少许的橄榄油,放入鸡肉煎熟,放些黑胡椒粉会更美味哦。 五,煎熟的鸡肉切成小块备用,六,把所有食材混合均匀后,淋上甜辣酱即可食用,快来试试吧,味道真的很不错哦。 作为长期的简直餐也是很赞的呢,您喜欢在这道简直餐吗?欢迎留言交流您的简直经验。